部位的香氣整個是噴發出來 超棒的 我覺得他們的拉麵就每個口味都是經典 喔 真的很愛這碗耶 怎麼辦 我現在很想嘗試一個東西 這個 他們剛剛提供的這個 紅妝油麵麵耶 歡迎收看城市找出系列 拉麵特輯 Part 2 沒錯 我們上次台中拉麵特輯播出之後 受到非常多熱烈的回饋 才發現 原來有很多人跟我們一樣是拉麵控耶 這一次呢 我們決定要離開台中 到其他的地方去吃好吃的拉麵 這一站我們就決定回到我們最熟悉的台北 喔 好痛 抱歉 這次影片呢 我們非常開心可以跟Vegg Care合作 它是我們大概在兩三年前就認識 而且一直都非常支持的品牌 完全是為了素食者設計的 而且他們的膠囊成分完全都是全植物性 而且連它的膠囊本身也都是蠢蠢蠢的 沒有做動物實驗 又是台灣在地品牌 所以我們一直以來真的都非常支持 也會推薦給我們身邊的親朋好友們 像我們這次為了要拍台北拉麵特輯嘛 我們就特地規劃了大概三四天來台北 一次拉拍完 那想當然 想當然 我們一定是天天都外食 天天都要吃拉麵 對 天天都要吃拉麵 對 這個時候真的非常需要它 我們現在剛吃完早餐 來吧 地圓兩顆 拉麵の旅 始まるよ 第一站帶你們來到的是 目前我們心中排行最好吃拉麵之一 無口小廚 位於迪化街商圈後半部的靜密小巷中 仿巴洛克式的建築風格更給人一種排救感 下回來到迪化街不妨來這走走 吃著拉麵 喝著咖啡 享受著補色補香的輕鬆氛圍 咖啡店啊 他們有賣拉麵 然後還有賣咖哩飯 還有賣一些就是小點心 然後甜點飲料都有 全方位經營 對 他們的咖哩飯好吃之外 我覺得他們拉麵就每個口味都是經典 最大特色就是他們的湯頭 是用燕麥奶去熬煮的 對 然後它除了那個燕麥奶的香氣 還有蔬果的那個高湯的甘甜味之外 還有堅果的香氣 你知道我們就是在家裡很喜歡用那個堅果醬嗎 就是那種堅果的香氣 所以它的湯底應該是有炒過那個堅果 對 它在初餐之前 其實是會先加他們自製的堅果辣醬 然後去沖進那個燕麥高湯 對對對 那個辣的香氣就會直接噴發出來 但他們湯底本身其實不會到特別辣 他們最辣的地方是上面那一坨 我剛剛單吃一口就是其實還蠻重口味的 但是它川味的那個香氣來源就是上面那一坨 就是讓我想到會有點 像芝麻婆豆腐的那個醬 其實吃得出來就是它有用心豬肉 辣豆瓣啊 然後還有那個自己炒的那個辣椒 反正我覺得這個醬真的很經典 然後我覺得你不太敢吃太辣的話 可能可以跟他們講調整一下 像我就是先把它鋪一邊 然後先吃甜麵的糖這樣 它上桌之前啊 老闆會淋他們自己煉的那個辣油 然後他們會撒上自己做的七味粉 你知道我上次來我就覺得 他們的七味粉特別的香 絲瓜就是直接去煎 直接去乾煎 然後煎出它那個香氣 它裡面的那個鮮嫩多汁還是保留症 然後上面再撒上他們的七味粉 真的很正點 就算這一整碗沒有煮料 有這個絲瓜就夠了 喔 真的很愛這碗耶 怎麼辦 欸等一下我先講一下 我們 對不起 你知道他們的拉麵口味真的很多 但我們每次來就還是點 川味蛋蛋 還有青柚胡椒 因為我以前在吃婚的時候 其實就很愛吃柚子胡椒系列的拉麵 轉吃素之後我就再也沒有吃過 這麼好吃的青柚胡椒 真的是我掛保證 掛很重耶 你掛保證 因為這個真的太好吃了 他們的湯頭其實就是原味的燕麥奶拉麵 然後再加上老闆他自己特調的青柚胡椒醬 這個青柚胡椒醬老闆說他們是用韓國的柚子 會有點像是荊棘 它就跟台灣我們一般看到的柚子不太一樣 然後再加上胡椒以後炸成泥 再沖入那個燕麥高湯 所以你在喝這個高湯的時候 真的是喝得出燕麥奶的香氣 再加胡椒的辛辣 然後再加柚子的清甜 這碗它真的就是辣 就是很典型的那種川味的辣 這碗也辣 但是它的辣是胡椒的那種 微刺激的辣 對 微微刺激感 我覺得這個對可能不太敢吃辣的人 應該是滿適合的 他們其實每一款拉麵的配料都差不多 就是會有滿常見的像木耳啊 豆芽菜 或者是會有一些綠色的蔬菜 然後他會把它剁得碎碎的 再加上初餐前他們會放一大坨的那個碧玉筍 所以看起來就會有那種蔥花的錯覺感 然後這一碗清油胡椒啊 他們裡面附了絲瓜之外呢 還附上素叉燒 可是我覺得這個素叉燒吃起來就偏普通 所以如果不太喜歡的話也可以跟他們說就不用加了 我自己個人也是比較喜歡那個絲瓜 對 這一碗麵真的大推 我覺得超喜歡的 還有嗎 這一間帶你們來到的是本著三種堅持所製作的手工拉麵 有稱三本拉麵 選用台灣的在地食材 變換出道地的日式風味 至於為什麼三本在台北能夠屹立不搖這麼久 就像我們吃過就知道 它這個麵很會吸湯耶 對 然後這個湯口越喝越濃 他們湯底的甜度真的是超出我的預期很多 因為我本來想說番茄可能就是比較偏酸的那種 如果沒有 它就是超爆甜耶 超爆的甜 有點異式的那種風味 喔 真的喔 甜度那麼高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選用的是完熟的番茄 那所謂完熟的意思就是它在樹上嘛 番茄是長在樹上嗎 對啊 番茄樹啊 不然 欸我是 完了 你沒有看過番茄是不是 有啦 有看過 然後它就是在樹上就完全熟透才會摘下來 對 對 熟透的話 的話它的營養素跟它的甜度才會是 達到最高值了 對 所以它拿來熬湯的話 這個甜度是很自然的那種鮮甜 然後他們這間店啊就是 剛剛有跟店長聊過 就他們的老闆其實在宜蘭有一塊地 然後他們是宜蘭的在地小店裡面的很多食材啊 都是從宜蘭那邊送過來的 對對對 本餐地址送 然後他們老闆還有特地配到日本去學麵的嘛 喔對 這個麵 對對對 因為我們剛剛飯有點久了 但這個麵它的Q度還是在 然後就是說他們這個麵是 蘭州跟日本的拉麵就有個結合 對 所以它吃起來是有那種日本的Q度 那又有蘭州拉麵的那種延展性 現在是因為疫情 但如果疫情之前的話 可以看到師傅在那邊就是前面製麵 對 很可惜 所以完全可以現場看到 他們配料其實我覺得給的蠻大方的 對 我覺得算大方 對 因為你看像杏鮑菇就有好幾片 然後還有一大坨的金針菇 深綠色蔬菜跟木耳 然後還有豆腐 就他們的蔬膠像是豆腐 一般來講是配百葉 對 百葉是他們家唯一唯一的加工品 那如果真的是非常追求天然的話 可以像我們就是改成那種中華豆腐 吃起來就會比較嫩 那也是有炸過 所以其實口感也是不錯的 而且我很喜歡那個豆腐炸完之後 外面的麵衣會吸那個湯汁 對 一起吃的時候 我覺得這樣吃很好吃 超爆濃的 很香喔 我覺得那個菇味很濃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會有點害怕菇味 可是我覺得它 等一下 帽子可以拿掉 等我一下 可以嗎 好了啦 可以 菇味的香氣整個是 在你喝進去的時候完全噴發出來 它是用蔥的 對 它真的是充斥在你的口腔當中 本身是一個很害怕菇味的人 可是我覺得這個我完全可以接受 因為我剛才覺得它本身的香氣就很明人 我還要吃喔 我還要吃喔 它這個金針菇放在這個湯底裡面 真的是 菇下加菇 加分再加分 然後我現在很想嘗試一件事 這個他們剛提供的這個辣椒加進去 因為他們說這樣子吃進去會有 牛肉麵的感覺 居然會蹦出牛肉麵 對啊 給你吃吃看 因為我沒吃過牛肉麵 紅燒牛肉麵耶 我覺得這加起來很像紅燒牛肉麵耶 紅燒的 就真的是紅燒 我好喜歡喔 我覺得加進去更好吃 更好吃 你們真的不考慮要賣這個嗎 你趕快去做什麼 其實它是大概吃了一樣 三分之二 這樣我們可以拿來拌麵 然後這邊最後一顆拿來煮 可以沖 因為那個香蕉超香 超香的 對 好開心喔 等一下我們去泰式按摩好不好 可以啊 在幹嘛 我在補充啊 早上不是有吃的四顆 那是最後四顆 剛好用完 對 然後我就直接用這個 把它補進去 我就可以吃米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啊 堅持 三秒三秒三秒 我就可以跟他 我就可以跟 我覺得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還蠻注重環保的 媽媽那邊的親戚 大部分都吃素 他們也都是長期訂購Vagic Care 然後Vagic Care他們只有第一次訂購的時候 會提供這種 不必賣裝 對 然後外面還有很漂亮的包裝盒 但是第二次之後呢 他們一律都是用這種 牛皮紙袋的小包裝 寄手 就可以省去瓶瓶罐罐啊 還有外面那個包裝盒的浪費 我覺得這點還蠻不錯的 可是其實我有問過他們 我覺得想說如果第二次都可以用這種牛皮紙 為什麼第一次的時候就不給牛皮紙 他們是說因為他這個算是偏保健食品類的東西 所以他在那個 對 他其實算是保健食品 他就是保健食品 好啦好啦 他在那個紙盒上面 就會告訴你這個東西要怎麼吃 然後他可以達到什麼樣的效果 或什麼的 他這個是一定要告訴消費者 所以在第一次的時候才會堅持 一定要給你玻璃罐跟紙盒保裝 嗯 位於文山區的有面子 開幕至今不到半年 沒想到生意這麼好 菜單品項超級豐富 除了招牌的拉麵之外 還有供應者各式風格的料理 全是老闆的精心研發 我覺得這個比上次很好吃 比上次的 就我們第一次來的時候是吃他們的 有面子拉麵 就是單純的燕麥奶湯餅 這個的話我覺得就是層次更豐富 它這個是黑色熱膜 裡面加的是他們自己研磨的黑芝麻醬 整個讓人食慾搭開 顏色很漂亮 因為黑芝麻嘛 它本身的顏色可能沒有那麼黑 所以他們還有自己再加了一點點竹炭粉 所以整個顏色是非常非常的有黑 會發亮的那種 然後裡面我覺得 就是讓我覺得層次很豐富的原因是 他們的燕麥奶湯餅跟蔥搭配起來 有一種就是很特殊的香氣 如果可以吃五星的話 我覺得真的一定要加蔥 它上面的配料 一有炒烏 然後烤櫈瓜跟油漬番茄 就上面一片 對 很大一片 我覺得這片是 就是畫龍點睛耶 在味道上面 跟湯頭融合起來 又是不一樣的風味 對 之前會覺得吃到後面會覺得有點單調 但是這個不會 而且這一碗的芝麻 是完全我可以接受的 對 你這個人不吃芝麻 對 因為我其實超怕吃芝麻 這一碗就是不會讓你覺得 你要再喝芝麻糊 因為它這個芝麻糊的味道很濃郁 它就是芝麻的香氣 然後跟燕麥來融合得非常好 然後再加一點這種 義式香藥的風味 所以這個湯頭是很有稱之 然後會喝不膩耶 會讓人就一個想像 對 一口一切一切一口 然後他們的麵是這種 很細很細的拉麵 嗯 超細的 就是我們吃過那麼多拉麵店以來 就是進入最細的拉麵 對 我覺得是最細的 這間店很特別 就是它除了賣日式拉麵之外 還有賣歷式的義大利麵 咖哩飯還有蓋飯之類的 然後我們上次給他們的蓋飯 上面的這個雞排 讓我們超驚豔的 喔喔喔喔 對 這個對 現在這個是拉麵特製 如果要給它吃一口吃 它那個雞排很強耶 那雞排真的是神耶 對 它不是素料 它是豆包 那種厚厚的豆包 然後外面裹粉去炸 炸得非常非常酥脆 但是很像卡拉雞那種 很像 它真的非常像 而且我覺得它裡面那個豆包 真的處理到非常嫩 而且是有些煙霧的 嗯嗯嗯 它裡面豆包很有味道 嗯嗯 然後外面的那個粉醬 炸入之後 三點65塊 65塊 這樣一大片 然後它的份量還蠻大 我覺得就跟帶雞排店 買到的份量是差不多的 這就是雞爽的表情 欸他們這個真的是 你們來真的一定要點 我覺得這個就是回憶 這個真的是回憶 他們老闆其實是本人 就是那時候發現他們公司裡面 有一個員工吃素 然後那個員工的媽媽 因為他吃素 然後我就買一大堆瓶瓶瓣瓣的給他 就是硬要他一定要提仇 這怎麼感覺跟我一樣啊 你也是這樣嗎 因為我一開始跟我媽說 我要吃素的時候 他就說 你要吃素 可是這樣很不健康啊 然後結果我隔天回家的時候 我就發現桌上多了三罐 鐵劑 蓋子 冰巡 我一開始有吃 可是我吃大概不到三天我就不吃了 我覺得很麻煩你知道嗎 對 就是 那個老闆就是因為這個樣子 發現那個員工這樣瓶瓶瓣瓣的 就是吃起來很麻煩 所以他就是為此 就鹽巴了這樣子 all-in-one的綜合膠囊 於是Vagicare就這樣誕生了 剛好是你的故事耶 對啊 所以當我認識Vagicare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開心 因為他就是很方便 對 很方便 我每天就是不需要擔心 我哪一個會去哪一個會去 就只要吃兩顆就夠了 對 兩顆就可以補充你一日所需的50% 另外50% Vagicare其實也很注重用飲食去社區 對 原型食物去社區 這其實比較符合我們的理念 對於營養補充這個想法 就是不能全然思考營養補充 對 沒錯